Hello大家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视频呢是 Too Faced的这一款 Bird This Way的这一个眼影盘试色 这盘眼影盘其实也不算是新出了 应该是在今年中旬它上市的 那这一盘之前 我一直有在观望它这个配色 这个眼影盘的侧品 就一直觉得说 嗯 好像还可以 不至于说让我有想买的冲动 所以我就一直搁置着 到这一次斯芙兰打折的时候 看见了呢感觉说 可以入这一盘 所以就这一次买了它 这一盘从它的这个外包装呢 就能看出来 它是做了一个这个巧克力的渐变色 从白巧克力到黑巧克力 我确定它这个到底是不是巧克力 就是从白到棕的一个配色 然后它这个每一棱着当中呢 都是立体的 你们可以听到声音 然后包括它中间这个字 它中间这一层黑的做成了这个雾面 这个字也都是立体的 包括这个金边都是一个立体的设计 它这个包装也是蛮花心思的 但是这个包装 其实在TreeFace里面的话 它真的不算是很好看 很吸引人的包装 我那时候一直在观望它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这个包装 跟其他TreeFace盘比起来的话 真的不是那么的吸引人 它这个外包装 其实都还是很过关的 但是它这个内包装就做的不是那么的突出了 它这个每一格也是这种立体 它这个立体只有立体一点点 所以是 除非拿指甲刮 拿手指的话只能摸出来 但是它不会有这个声音 中间这一排的话 这个底色是雾面色 这个字也是有一点点的立体 包括这个金边也是 其实相对来说的话 它这个跟外包装没有差那么的大 它的背后就是这个整个平着的 完全没有一点点的这个立体感 只有它这个正面有 它这个包装真的就很一般 打开里面呢 也是有一个大镜子 所以如果你要带它出门旅游的话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这里的边框都是这种塑料的设计 它里面的这个字 是这种镶金边的这种字 是有立体的 它真的是有刻上去的 它这个开关是这种吸铁石的 所以如果要带它出去旅游的话 它有可能会莫名其妙的就打开 所以这一点的话 大家就注意一下吧 它没有一个扣子在 这排夜里盘我有自己搭几个妆容 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 复兴趣的话就沖很多 cerc几个妇品 感兴趣的话就跟着上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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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